文,食谱示范范立文,日式家常风味鸡腿,冷藏两天内,保存一个月内,食材,去骨鸡腿肉一只,约400-500克腌料,酱油1-1.5大匙,喂懒2小匙,蒜末1小匙,姜末1 2小匙,香油1 2小匙,做法,一,修掉鸡腿肉多余的皮和油脂,二,分切成4-5厘米, 三,在保鲜盒中放入鸡肉,加入腌料拌一下,四,拌匀后加盖净制入味,放冰箱保存变化板,龙田炸鸡,食材,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块一盒,面粉一大匙,玉米粉一大匙,或太白粉或马铃薯粉,做法,一,将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块放入大碗中,加入面粉,玉米粉一大匙,或太白粉或马铃薯粉,做法,一,将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块放入大碗中,加入面粉, 二,热油锅至160度C,以中火将鸡块炸至表面金黄,捞起粒油,如玉更酥脆的口感,可将油温拉高至180度C再回炸一次, Memo,炸粉中除了加面粉之外,还搭配了玉米粉,或太白粉或马铃薯粉一可,皆有助于凝结,并增加酥脆感,鸡肉莲藕炊饭,食材,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块一盒,白米1.5杯,莲藕6片,切4片扇形,红萝卜30克,切丝,豌豆夹8片, 斜切半,柠切半,柠檬皮适量,猪饭汁,细砂糖2分之1小匙,蔚蓝2分之1大匙,清酒2分之1大匙,酱油1大匙,日式煎鱼粉2分之1小匙, 以上材料再加水,共1.5杯,因为蔬菜和鸡肉含有水分,所以一可酌量再少一点做法 1.被以加盐的滚水锅,放入豌豆夹烫熟后捞出泡冰水,力前备用 2.白米洗净后力前,再放入电子锅中 3.倒入煮饭之材料,铺上红萝卜丝,莲藕片,日式家常腌渍鸡腿 4.按下煮饭键,4.煮好后,开电锅盖,将饭翻松后续焖10分钟 5.盛饭,加上豌豆夹,刨一点柠檬皮即完成 黑醋酱汇鸡肉鲜酥,食材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快一盒,太白粉适量 脸藕四片,红椒四分之一颗,切大块,黄椒四分之一块,切大块,玉米笋四根 茄子二分之一根,豌豆夹四根,八沙米克醋80毫升,细砂糖一小匙 盐适量做法,1.日式家常腌渍鸡腿快放入碗中,加太白粉抓一抓 2.热油锅至160度C,倒入鸡肉快榨至上色,捞出粒油备用 3.将所有蔬菜分别下油锅,以中火锅油一下,不要到上色,捞出备用 4.在锅中加入八沙米克醋,细砂糖以及少许盐,以中带火煮至收之胜 2.左右的量,加入鸡肉和蔬菜,快速拌匀后即可熄火 黑醋酱会鸡肉鲜酥,图片提供幸福出版,鸡肉莲藕炊饭,图片提供幸福出版,龙田炸鸡,图片提供幸福出版 2.细砂糖 2.细砂糖